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3月29日 今天是星期二 現在是星期二就是上午的時間 我們 繼續跟大家分析俄羅斯的情況 這一節為甚麼想跟大家說呢 就是因為 這個美國的學者 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 說了一句話 我覺得很有興趣 這個就叫做 普京很情緒化 判斷力 就開始慢慢失去了 這樣也不要緊 我覺得 頭兩句 已經踩到普京相當之慘了 我認為 後面那句 才是最拿普京命的 如果普京看得懂這個標題 真是殺人也像 後面那句 叫做 學者認為 習近平比普京更加聰明 這個 如果我覺得 普京看到這條標題 我想他真的會激到嘔血 所以這麽過癮了 跟大家分享這篇說法 一起去研究 不過我很久之前也跟大家說過了 普京 看起來 看起來的確是英明神武 但是 有時候 人的失敗 不在於他是否聰明還是英明神武 有時候 性格 決定命運 就是因為你擁有強悍的性格 令人覺得你有強悍的形象 更加容易 做出 錯誤的判斷 所以有時候真的很痛苦 整輩人可能 人們都覺得你傻傻傻傻 但是原來你最低限度就不會做出錯誤的決定 但是你又會很不開心 因為你整個人生 給人家的感覺 人家都說你是豬頭或者是小學生 到底你想整輩人都被人說你是豬頭和小學生 還是你想有英明神武的形象 但是整個國家 幾乎輸了出去 這個 真的是一個相當困難的題目 不過似乎後者就是更加慘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升旗易日報 還有我們的後備頻道 升旗易新聞集團 請大家真的要訂閱 我們現在 就是繼續受到大量的黃標襲擊 我們現在 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節目都是黃標 不能夠賣廣告 所以我們也做得相當辛苦 所以 在咬緊牙關 真是希望大家支持 記得 免費模式 看廣告 播放節目 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節目 無限大法 這個始終是最重要的 所以請大家 真的確切要執行 其他 都是幫補一小段的 其實最主要 那個始終不是主力 所以 請大家真的集中 最重要 最重要 都是免費模式 繼續打開節目清單 播放欣賞 手動點擊 我們也引入了第二種免費模式 這種方式 只是一個測試 因為 Pine幣什麼時候正式上線 其實也是未知之數 不過也請大家 如果你已經安裝了Pine Network 記得進去按閃電鍵 今天也有很多人提醒我 按閃電鍵 因為我 忘記了按 所以應該停了幾個小時 沒有那麼多 這個模式我們也希望 就是有機會成功 但是 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們一起 試一下 如果未安裝的朋友 請你嘗試一下 去手機應用程式 安裝Pine Network 輸入本台的邀請碼 本台邀請碼是JohnTuesdaywo John Connor的JohnTuesdaywo是本台的名字 全部世界 連同一個字 不要分開 J-O-H-N T-U-E-S D-A-Y-R-O-A-D JohnTuesdaywo就是本台的邀請碼 記得輸入本台的邀請碼 太忙了 遲些拍一個教學影片 我們應該會有人再把 直播可能會再引入一些軟件 我們不引入是有原因的 因為大家知不知道我們的節目特色是甚麼 我們這個 叫做出了名 我們這個真的是出名節目 真的出名叫做清水節目 什麼叫清水 你買個樓 如果你說買清水樓 你就知道甚麼意思了 裡面甚麼都沒有 天花板 地板都沒有 麻煩你 有東西就自己裝 我們 這個節目的其中一個 出名的地方 就是以前的網台節目會有音樂 會有開場白 會有什麼jingle 會有什麼jingle 我們 完全沒有這個節目 我們都很自豪 就是以清水節目 一樣 有聽眾的支持 感到自豪 所以我們的直播也是維持著 清水直播的特色 就是一個鏡頭 一個中央咪 一個畫面 手動地移動螢幕給大家 看圖片 或者移動螢幕給大家看風景 這個也是一個 清水節目的特色 其實希望大家 品嘗那種 節目的特色 要引入高科技技術 當然不困難 但是我們想告訴大家 這個就是這間餐廳 菜式的特別的地方 不過我們說到清水節目 其實袁爸爸的節目也是清水節目 除了袁爸爸會出鏡之外 基本上 他的節目 都是 我們這些叫做 無添加節目 不說那麼遠了 講長了 會補回時間給大家 不需要擔心 因為這一節真的很過癮 這一節 只是一句 習近平比普京聰明 已經 足夠跟大家一起去討論了 不好意思 我說漏了 還有一個 4月2日和4月3日 我們9日、10日那個時代革命放映會 的票已經賣光了 如果有朋友想看 還沒買票 記得考慮這兩天 4月2日 2日 就在 Borham Wood 3日就在Finchley Road 在O2 Center 大家就留意了 我會把QR Code貼出來 我會把QR Code貼出來 未買到票 又或者想出席 買不到9日、10日票的朋友 就可以買這個 2日、3日我和Tony也會出席 9日、10日我們也會出席 9日、10日還有袁爸爸演講 希望大家就踴躍參與了 這裏也補多一句 如果你真是身在英國 如果你真是 連去看一場時代革命 也沒有空的話 坦白說 你有一點 就是令香港人失望 你不一定要買我們的票 這個活動的票 但是如果 真的連一個集會也不去 看電影也不去的話 我們的確是有一點點對不起香港人 說回習近平和普京的問題 看完這一節 就會暴跳如雷 不知道他會不會 攻打英國 攻打英國也找不到 俄羅斯侵犯烏克蘭 受到國際社會 圍攻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至今依然不願意譴責 不斷強調國際社會 應該真正 就是 勸和談 和談有甚麼用呢 和談你說要解除人家的政權 惹你也傻吧 人家正常的民主政府為什麼要讓你解體呢 另一方面 在台海議題上 中國大陸也是步步為營 美國知名的中國研究學者 黎安友 認為 俄羅斯的普京總統 現在的情況 非常之情緒化 缺乏判斷力 反而 跟他做比較的就是習近平 他說習近平 比較聰明 在台灣的議題上 也是如此 俄羅斯會崩潰是很正常的 因為給大家一些數據 因為 俄羅斯的坦克 足足不見了200多架 烏克蘭打了那麼久 大家認為烏克蘭不見了多少架坦克呢 烏克蘭 自己的坦克被人擊落了多少架呢 但是烏克蘭 坦克的數量 就是比開戰之前 就是多了最少48架 這場是甚麼戰爭來的呢 越打越多 好像打Online game 烏克蘭越打越多武器 打生化危機 越打到後面 撿武器越來越厲害 所以你說 普京真的很難崩潰 你說普京會不會崩潰到智商比習近平更低呢 這就是另一個問題 坦白說 如果普京 真的不能夠 回復理智 真的要做強人做到底的話 這個是真真正正 真是愚蠢的行為 黎安友接受訪問 說這個習近平很聰明 但是普京 一點也不聰明 這個 普京真的吐血了 他說這個 就是普京 現在處是非常之情緒化 決策的時候 感情因素太多了 太強人了 我們也同意 太強人的判斷 未必是好事 尤其是 整個俄羅斯 那個氣氛其實根本就 不支持 就是普京這樣做 換句話說 普京就面對 國家人民對他根本就沒有足夠的支持 不單只是出兵的決定是錯誤 繼續堅持 的決定也是錯誤的延續 他也說 習近平面對的問題 亦比普京 不會少 但是習近平在處理 對外的問題的時候 似乎比普京更加聰明 因為中國大陸 沒有正在擴張 反而在現在這個時候 就是迴避衝突 不會觸碰美國的紅線 當然我不會完全認同 這種說法 因為習近平 不去觸碰紅線 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中國大陸 真的沒有這樣的能力去做 而解放軍 是很清楚了解他們自己 有多少斤兩 所以 其實解放軍 基本上 絕對反對說要出兵台灣 解放軍最厲害的就是貪污 掛著男女唱K 唱卡拉OK 他們就非常之在行 一個這樣的貪腐組織 你的國家領導人 跟他們說要你們去打台灣 你說他們會不會想呢 打台灣 不能發達 不能貪污 所以我們認為根本就是 中國大陸根本無法指揮這件事 所以使得這件事 就是一拖再拖 永遠 就變成打嘴炮 所以持平一點說 普京現在 你可以用一錯再錯來形容 但是你說他 是不是 真的 習近平比他更加聰明呢 這個評論似乎 也挺有侮辱性的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裏